我听说今天你儿子也来现场了 我们跟儿子做个连线 来小伙子你好 你好 其实到这个场合来去聊家里的事情 我相信可能你也心里不太舒服 是这样吗 对 那你觉得爸爸欠的那些钱呢 欠亲戚朋友那些钱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我也是两头为难 所以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你希望怎么办呢 我希望他欠的钱 不要牵连我们母子 就是就得让他自个儿还 不要牵连我们家人 那我想问问你啊 你希望你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就是希望能和睦 所以说其实家里这些事情 觉得对你的伤害是很大的 我想问问妈妈啊 其实儿子这么说 你也有点难受是吗 对 你最难受的是 儿子不能理解爸爸 是 现在你会不会觉得 家在这个事情中间 特别很难 非常理解他现在这种难受 因为能明显地感觉到 他非常爱他的丈夫 因为这个孩子正在青春期 还没有结束啊 也快结束了 那么这时候和父亲 有这种巨大的冲突 对他未来的这个人生会有巨大的影响 那么父亲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建立和男性关系的一个基础 那么这个孩子在青春期这样和父亲这么不认同 希望父亲离开这个家庭 希望父母离婚的话 他就是过度参与了父母的一个这个婚姻关系 过度参与也超越了这个作为儿子的心理边界 未来会影响到他和男性打交道 但是通过他儿子和父亲的这种关系 我也一下就看到了他们父女俩的关系 刚才父亲这个老父亲在说 他们父女俩多年不来往 那你看这个现在这个青春期的儿子 未来也面临着和父亲的终生不来往 因为他们吵架吵得多 所以这个家庭里发生的这么一个 你们这个家族里发生的丢钱 就是借钱的事 包括找不到这个女婿 这个侄女婿的事 这可不是一个单纯的事 而是你们整个家庭关系和家族关系出了问题 最后这个事只是一个巨大的炸药包爆炸了 现在我们当然当务解决的是这个事 但是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还要一个反思 这个事情不要对我们下一代造成更大的影响 其实现在对这个孩子 我所听到的是影响已经很大了 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妥善地处理掉 然后以利于我们现在这个 十六七岁的孩子未来的人生成长 不要受长辈们的影响 或者说尽量把这种影响减低减弱